记者王荣祥高雄报道,针对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韩国瑜今在台北召开记者会,提到自己比较向民进党提名等语。 民进党高雄市长参选人陈奇迈静万发言人高伟胜表示,韩国瑜根本是无吨义的翻版,虽然口才极佳,但光说不练,才会落选。 高伟胜指出,韩国瑜政见天马行空,讲话口气向无吨义翻版,如爱情摩天伦等政见,批评高雄尖酸刻薄,连禀医管和精神病院都爆出口,根本不接高雄地气。 韩国瑜担任立委时立场深蓝,站在民主对立面,还有国会暴力前科,根本是国民党地方派系的张荣卫人马, 对于昨日韩国瑜提出捷运红线延伸林云主张,高伟胜指出,是否早已在规划,而且陈奇迈及林带话也已提过,去年国民党在立法院强烈被隔前针基础建设,韩国瑜也跟住反对在高雄建设捷运红线跟黄线,如今却改口称之是高雄的轨道建设,岂不是跟白海豚一样会转弯? 高伟胜进一步指出,陈奇迈从民进党初选时就已定调,要开辟桥头科学园区,打造南部科技走廊,升级海空双港,带动高雄产业转型。 反观,韩国瑜传颠喷口水,借政策空泛,至今让选民有印象的,除了爱和摩铁摩天轮,看好遍藏业,当铺与精神病院产业发展之外,可说是根本没有一套完整的施政论述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